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踏入马轨最后阶段 冠军联马斯争持激烈 五盘子龙女健威目前头马数字 定当码头 没错 虽然有机会冲击冠军宝座 但上周的沙田日赛 女健威竟然缺席 究竟为什么呢 介印当日是威哥大女 Stephanie出嫁的大喜日子 首次升格做爱辅 不少马轩众人都一起现场见证 包括何宅耀和禁唱六十马主 陈嘉良先生 当然不少得一众 和威哥工作了这么多年的 华籍练马斯 在阿勒的带领下 他们一起合唱朋友 身体隔着的玻璃都觉得窩心 同日美丽是马主之一的 郭浩全和太太 江玉琪的爱情结晶品出世 而儿子还非常好脚头 爸爸旗下的美丽海后 在当日赢出千四米赛事 作为马迷的爸爸妈妈 原来在医院休息 也只顧着看跑嘛 这个星期 还有另一位禁谋助宝宝出世 就是骑士密道朗的 第二位女女Mia 由姐姐抱着拍照 很可爱 刚刚周末 新市场马场举行了两场重要的 三岁马赛事 其中在英国二千坚尼 名占古城大热倒座 而在英国一千坚尼 骑士苏绍飞终于受到云开了 停赛十个月的苏绍飞 拆骑来自韦利安马房的女军 出战英国一千坚尼 在赛事最后阶段 虽然好地利一直领先 但外面黄衫的女军逐渐迫近 在终点之前紧紧超越开运符 和好地利赢马 成为苏绍辉复出之后的 第一场一级赛头马 难怪赛后他都大肆庆祝了 另一边双 美国优吉尔圆马场 举行第一百五十阶狠塔基打比 吸引超过十五万名观众入场 而今年赛事亦认真刺激 介印最后阶段 Mistik Dan Sierra Leone 和日本代表青春永驻 三匹马差不多同步过终点 最后影响影赢的是Mistik Dan 这场亦是继1996年狠塔基打比之后 再次以马臂位分胜负的一届 谢谢 留意今个星期是跑周六赛事 而星期日就有维多利亚一里赛日 和法国二千坚里赛马日的月亮转播 而下星期三虽然是红日 不过仍然有菊草野菜 马场里面还有法国五月的主题活动 那我们下星期见吧